我們現在要搭接駁車 去那個小鎮 這是接駁車 然後等一下就喝溫泉 出發 go go 溫泉小鎮 吃溫泉餅 就是巧克力 巧克力 然後這應該是原味 還不錯吃喔 廁所 我們在這家店買了這個杯子 160塊 然後呢 我們現在要來去接溫泉喝了 這是第一個溫泉點 這是56度的溫泉 好 我來裝 好媽媽說要先沖一下 然後就裝一點點 一點點就好 來喝喝看 怎麼樣的感覺 就是 嗯 礦物質的味道 不好喝 是60度的溫泉 好 直接裝裝看 好了 好 我先喝 我先喝 我覺得剛剛那個唱片 也是這種棒的味道 我覺得很像就是 藥牙齒要流血那個味道 不要喝 來到了另外一個溫泉小鎮 我們要穿過這個公園 要去溫泉回廊 喝 聽說更難喝的溫泉 我們繼續往前走 冬天沒有的音樂噴泉 等一下我們要去回廊裡面 喝溫泉囉 溫泉回廊 現在 三度 溫泉 成員 起 是熱的嗎 氣泡的 燙不燙 冰的 好喝嗎 你剛剛那個好喝 真的嗎 氣泡的 好喝 裡面 可以喝溫泉 有氣泡溫泉喔 比沒有氣泡的好喝 一點點而已 我們今天晚上住在Pierce 我們住211 那我們來開箱一下我們的房間吧 麻煩妹妹幫我們擦鳥匙 好喝 這邊啦 好了開門用力推 好 我們來看看房間長什麼樣子吧 來我們先走進去好嗎 進來就有一個大鏡子 哈囉各位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裡是兩張大人床 然後這裡是廁所 廁所 再跟大家說耶 馬桶 然後淋浴間 就是很基本的啦 這裡有一個櫃子 可以掛我們的外套 可以掛我們的外套 那我們來看看外面吧 嗚 這裡比較熱鬧喔 我們晚一點再出去走走 這就是我們房間的開箱啦 現在要來參觀皮爾森啤酒場 我們先進來 等一下可以試喝啤酒喔 就在我們住的飯店對面 過一個天橋就到了 非常的近 我們住在那邊 我們住在那邊 啤酒廠的門票 這裡面有展示一隻車 還有一些人 假人在釀造 然後這裡呢 是透明的喔 走走走 走走走 你走走走走 打賣做啤酒需要的原料 這是笑民 米酒花 來吃吃看 苦苦的喔 米酒花 鍋爐煮啤酒的地方 這裡是現在還有在使用的鍋爐 溫度還蠻高的 不過現在是冬天所以很溫暖 這裡都濕了 以前的啤酒廚長潮 我們現在要去地窖啦 我們來到地窖裡面啦 走吧 要往下囉 有酒味了 這裡是運送啤酒桶的電梯口 我們剛剛從那邊走過來的 這裡都濕濕滑滑的 隧道很長 是挖出來的 是挖出來的 9公里耶 好長喔 這個下面的地圖 密密麻麻的 這是這個下面的地圖 那上面要幹嘛 讓它發酵 它發酵會產生什麼 裡面有皮 好多桶 好多桶 就要來這裡發酵 這個桶的話呢 那個釀酒師 每天都要來抵 好多桶 就要來這裡發酵 所以這個桶的話呢 那個釀酒師 每天都要來抵 好多桶 吃晚餐 就是雞肉 然後還有一杯啤酒 今天已經喝第二杯了 好多 餐廳 中間有一個用酒的地方 旁邊才是廚房 要來開動啦 我們走來到了皮爾森的市中心 這裡有一間教堂 是哥特市風格 他在市中心中央 現在是晚上 所以都沒什麼人了 我們走過來參觀一下 我們吃飽飯 然後自己出來散散步 來到了這個教堂 這裡廣場很棒 而且都沒有人 對啊都沒有人 然後現在涼涼的 也沒有到很冷很冷 所以出來走走還是很不錯 我們現在要去超市 買東西吃 耶 耶 這是我們今天住的飯店 在皮爾森啤酒廠 對面 啤酒廠在那裡 我們下午有去參觀 然後呢 這個轉角 走過去那邊 是地鐵站 還有超市 就是這樣 我們要回飯店休息囉 掰 我們來到了庫倫諾峰小鎮 現在要經過斗篷橋 進入到小鎮裡面囉 我來到了 然後就上次吃東西 走 走 救人 走 來 向前動 我們平衡 嘍 往前走 往前走 走 走 好漂亮喔 這裡可以看到全部的地方 這裡是小鎮的廣場 我們今天住這一間 霧城河有熊熊欸 而且還有兩隻 真的熊喔 這個下面是霧城河 有兩頭熊 然後等一下從這裡走進去參觀啦 要走進去 好斜喔 走上來就會看到這些畫 城堡的中庭 我們要走斗篷橋的上面喔 我們剛剛都走下面 我們現在要走上面了 go go 這是斗篷橋的上面 這裡是普通老百姓走的路 然後這邊可以看到小鎮風景 很漂亮耶 這塊牌子是之前台灣有幫忙 因為這裡之前淹水的牌子 我們住302 我們來看一下房間吧 進來是廁所 哈囉 廁所淋浴間 OK 然後呢 來帶我們往前 有一面鏡子 嗨 然後 那張床 看起來很不錯耶 你看這個電視還有一個框 它這個是感覺比較現代感的 然後它這邊超像迷宮 我們剛剛還差點找不到我們住的地方 看一下這外面有沒有什麼 是房子的屋頂 就是這樣 這是我們的房間開箱 今天晚餐吃豬腳 然後有附一杯飲料 我選了啤酒 妹妹選可樂 很有氣氛還點蠟燭 就是在一個山洞感覺的地方 在這裡吃晚餐 要來吃大豬腳 這是夜晚的小鎮廣場 我們的晚餐在這裡 吃了豬腳 然後呢 這裡有一間超市 買了宵夜零食 而且店員還會說中文 還好心提醒我們 那是氣泡水 飯店 我們等一下回去飯店啦 晚上 不一樣的感覺喔 城堡 城堡 每間飯店的早餐都差不多呢 每天都是香腸炒蛋 和麵包 現在是早上7點多的小鎮廣場 超冷超冷 今天超冷 飯店 我們吃完早餐了 等一下要離開小鎮囉 掰掰 記得幫我們訂閱按讚喔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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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